鲁能2月19日,将先打一场亚冠复加赛,费莱尼硬伤没能报名,其实单从这一场比赛看,这对鲁能不见的是什么坏事,李肖鹏对格德斯,佩莱和吉尔更熟悉,球队完全可以延续上赛季的打法,实力不会受影响。 费莱尼已经确定近日就会到济南,手次亮相可能是3月1日中超开战。 鲁能引进费莱尼是为了解决球队腰不硬的问题,像费莱尼这样是力强,年轻高,而且又是针对球队阵容短板引进的大牌球员,李肖鹏不可能不用。 如果费莱尼出现在后腰位置上,你他强壮的身体,很强的扫帮和来劫能力,将使鲁能的防守提升一个大档次,如果中后卫上再用吉尔,就有点害或偏重防守了。 鲁能在中超算强队,对大部分球队没必要这么保守,完全可以用中前场万元攻击三叉击。 吉尔合同还有一年到期,他与鲁能双方可能都不想试约,仅在第四个万元里吉尔,成期五的可能性最大。 如果吉尔不上场,鲁能的后方线不可避免要发生变动,而且从未来着眼,变动也很有意义。 带琳和王同实力强劲,注意位置稳固,变动应该在另一个中后卫和左边后卫上。 第一种变化是刘之帅顶替吉尔出场,他与带琳实力都比较强,两人搭档双中卫,左边后卫正正,右边后卫王同,再加上今夜老道的王大雷,这样一条后方线还是让人放心的。 第二种变化就是,中后卫用一忧二三球员赵建飞,赵建飞身体素质出色,弹跳和投球能力都很好,是鲁能九十九T队队长,实力应该够了,且缺的是经验。 第三种变化,是左后卫正正就是状态不太好,可以用刘洋、张池、宋龙。 新萨纪刘洋在左后卫和左前卫这两个位置上都是强有力的争夺者。 经历了国家队的历练,刘洋现在非常自信,鲁能已经与他去了场约,以后肯定会成为球队的重点培养对象,前途一片光明。 第四种变化是左后卫,可以用一忧二三球员李海龙,新赛季一忧二三政策继续,就算有国字号球队争调的减免政策,但手法也必须有一名一忧二三球员,这也是李海龙和赵建飞上场的最大优势。 不管用刘军顺、赵建飞、刘洋或李海龙,这些都是年轻球员,新的组合都在向年轻化发展、世纪。